好 这次台湾的总统大选 不只国内人民在热议 连外国媒体都在关注 一共有三组人马 我们带您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带您看到了赖清德跟萧美琴 多家媒体评论 这次的蓝白破局 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说 地位上更加的稳固 而且在国际上 他务实台独者的印象 让很多专家都认为 台海局势恐怕会再更紧绷 而至于他的副手 萧美琴多家外媒来说 他是被华府认定 谨慎有能力的外交官 萧美琴强大的外交资历 可以帮民进党大大的加分 而且还可以强化 跟海外的非官方关系 特别是华府 不过即便总统选情乐观 他们都认为说 民进党是否可以保住 利润席次 其实普遍不被看好 再来带您看到了 侯友宜跟赵绍康 你可以看到外媒形容 他们是受欢迎的温和派 侯友宜在警戒服务了30年 其实是相当少见的 温和派政治人物 不过他欠缺的是跟北京 还有华府交手的经验 因此在外交上 攸关台湾前途的地缘政治 等等的议题 外媒其实都是抱持着 质疑的态度 而对于临时受命的赵绍康 外媒关注 这个是释出国民党想要试图 巩固蓝颖选情的明确讯号 至于柯文哲跟吴欣盈 你可以看到 国际上普遍对他们 都是不太认识的 而且都评论是难以捉摸 不过认为他们两个人 对于这次的选情 可能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是不可轻忽的搅局者 至于2024的总统大选 你可以看到 多家媒体其实都共同提及了 下一任的总统会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 而且台海情势 其实对于区域安全来说相当重要 更点出万亿中国封锁台湾 对于经济冲击 还可能会形成金融危机